尴尬了尴尬了 这回真的是尴尬了 某知名楼盘600多套房子 总共是吸引了2800多户去抢购这些房子 但是买这些房子是需要验证核验身份的 那2800多户最终有900多户是撤销了核验 即便如此 那通过核验的也有1800多户 最终进入到了选房的一个阶段 但是这一刻最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大家都不买房了 纷纷弃选 然后658套房子最终只卖出了224套房 也就是说剩下的430多套房子都是无人购买的 入围的1800多户当中 平均12个当中才有一个是真正掏钱的 那剩下的11个只是来登记的 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呢 是来凑人气的 还是说到了真正花钱的时候 犹豫了不敢花钱了 有人说这还看不出来吗 1800多户当中一大部分全是开发商花钱过来的托 登记的时候不用花钱 而开发商还要给你钱 这个时候不登记白不登记 登记了还有钱赚 但是到了真正需要出首付的时候 这些托呢全都原形毕露了 而真正买房的只有200多户 也有人说傻眼了吧 2800多个人登记 最终买房的只有200多户 让那些真正买房的人 确实是被忽悠进去了 根本没有这么多买房的 造成了一个假象 这种房子就是抢购的 最终呢让这200多户肯定是上当了 不知道大家对于此事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